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中国信贷扩张的速度已经超过2008年 美国金融危机前的水准 曾在金融危机做空大捞一笔的投资人 开始将空投目标的锁定中国 押注美式金融危机可能会在中国重现 而全球最大空投基金公司 尼克斯联合基金的总裁吉姆查诺斯 日前也是大胆的做出预言 他说中国金融危机势必发生 只是或早或晚的区别 一些经济学家们则表示 中国债务的快速上升 是导致未来危机的决定性因素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数据 中国企业与家庭信贷快速攀升 从2008年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20%左右 到目前超过170% 这些资料还不包括金融企业债务在内 相较于美国金融危机前信贷激增期间 该比率从2001年的143% 升高至2008年的177% 日本则是在1989年之前 十年历经类似信贷扩张 瑞士银行UBS资深经济顾问 马格诺斯表示 类似美国防市泡沫化过程 中国透过无节制的信用扩张来刺激经济 而非寻求更好的经济成长动力 导致收入差距扩大 这些都是一国处于金融动荡相对严重阶段的预警迹象 美国的联邦制的特点就是说任何一个职位 任何一个机构 它没有绝对的权利 那中国的话基本上就是行政部门 他想做什么 我们的人大基本上是一个确认的一个 事后确认或者根本也不需要确认这样一种关系 中国总理李克强9号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 他强调中国已经不可能沿袭高消费高投入的老旧模式 而是必须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 中国要解决问题 中国没有别的处理 只有民营化一条路 但是他们国企的改革 国用银行的改革会有很大阻力 瑞士银行资深独立经济顾问马格诺斯表示 在中国由于政府控制经济 且中国决策者们已经目睹了美国经济泡沫的破灭 中共当局将能够以西方国家无法动用的办法来应对 但这并不意味着不会造成任何负面撑击 中国这个经济它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地体 它不是有自身的一个运作机制的一个生命体 它本身它实际上是中国政府严格控制的一个政治衍生物 有网友说数据修饰印钞机专政 造就中国不会出现发达资本国家金融危机 如果出现危机必将是由于在调控过程中 政府有意为之或力不从心 根据中共央行网站公布的资料显示 近十年来中国货币供应量不断增加 从1999年人民币广义货币供应量的11.76万亿 到2012年10月底的93.64万亿元 外界认为货币就像水一样流出来 必然带来灾难 他知道这是泡沫 知道这是定时炸弹 但是他希望用拖延时间的办法 他想找到一个要么叫软着陆 要么叫做缓和的方法 让它可控的爆破 可控的崩塌 这是他的一个想法 但是能不能做到这个 就是一个巨大的往好 全球最大空投基金公司 尼克斯联合基金总裁吉姆查诺斯 今年7月接受CNBC采访时表示 中国的信贷泡沫是世界层面的 而且将变得越发糟糕